眩冰和孙一珍自从大方仍爱 两人合体拍摄广告之后 这对爱侣似乎就开始进行低调的恋情 顶多二打打高尔夫球被撞见 但先前传出孙一珍疑似还运消息 而且更爆出他搬到眩冰京畿道九里的新家了呢 不少人都好奇是否好事将近 果然今2月10日 孙一珍在IG晒出婚纱罩 宣布要和眩冰共度一生 根据报道 眩冰今年初豪至48亿韩元 在京畿道购买了一栋 大面积高隐秘度的四层楼豪宅 就是买来宠孙一珍的 尤其是豪宅内的花园 种满了孙一珍喜欢的美丽花卉 并且早就装潢完毕 只带迎娶家人 甚至各媒体传出 眩冰和孙一珍其实已经同居 只差还没有结婚 实质上根本像夫妻般相处在一起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